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子枫 你确定要跟我决一死战吗 我想你明白我们的差距 我明白 但是我也得知道 咱俩到底差了多远 所以温元哥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 双方援动员准备 好 双方试剑 实战姿势 好 预备 开始 死亡华尔兹 好 进攻 防守反击 得分 还继续吗 当然要别 把你的绝活都拿出来啊 死亡华尔兹 死亡华尔兹 速度快 手不够稳 再来 好 好 这 麻烦 后悔了吗 少看不起人 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 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你等着 走有一天我会打赢你 等 我不可能停下来等你 就算你再练五年 十年 我们之间 永远都有个十五年的差距 想赢我 就把每天 当成一个星期 一个月来操练 这样 你才会有机会 比赛结束 这应该差不多了吧 还不够亮啊 这个平盘标准 得闪瞎你的双眼才可以 这上面不能有任何的油污 和水汽 否则它很容易生锈 而且也会丢掉她的手感 我以前就经常做这个的 你这突然跑过来的 是不是担心我了 我这个周末就要出国去读书了 我过来关心一点你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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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你要出国了 对啊 我这个周末啊就要 飞到英国去留学了 我来看看你的训练情况 他要走了 他要飞去英国了 他周末就要走了 他要去英国了 他周末就要走了 要去英国了 烦不烦啊 他周末就要走了 要去英国了 接受事实吧 好吧 兄弟我现在能做了 就是把我这一盘的肉 给你挂 张嘴 来 不吃肉吃蔬菜 冷口风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 哪两条路 第一条 随着去吧 宝宝并没有那个机票签 来来来 另一条路呢 就是你现在要留住它 不管你用任何方法 都要留住它 这跟我说的意思吧 天哪 天哪 是 要去英国了 他周末就要走了 要去英国了 他周末就要走了 要去英国了 他周末就要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